花莲县府在前年举办台湾首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获得热烈回响 在1月19号花莲县府大礼堂举行原住民时尚新秀征选季跨域共创计划的记者会 宣布举办第一届原住民时尚新秀大赏 要透过比赛征选的方式让世界看见花莲的时尚之美 时尚设计新秀大赏深耕玉彩跨域共创导入主流 花莲县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迈向新纪元 原住民时尚新秀征选及跨域共创计划记者会 10月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透过专业摩托轮的精心走秀 让大家了解原住民族的创作艺术之美 现在学位表示花莲是台湾族群最多元的城市 拥有台湾16个原住民族群中的6族 原住民人数更是全台最多 这次族群传承千年拥有多样独特族群的图腾 这次活动愿景就是如同432HZ频率一样 与地球心跳完美共振的心动美感 我们的时尚秀里面我希望跟我们地方上的学术机构 还有我们的产业以及我们的同学能够来连结 所以特别邀请了我们陈凯彭校长 还有我们海星的孩子 上藤 上藤的老师好一起来 那希望将我们的这个元素跟孩子同学能够连结 那这样子未来我想会有更多更多的连誉来产生 金东奖时尚节目主持人吴秀梅老师担任计划主持人 也说明计划的内容 我们的文化要延续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那在这个一个共创跟设计的一个领域跟项目里面 我们要推的就是希望它能够真正的能够表达原住民文化 才是时尚最初的源头 你的母语就是你的原生 这是值得被在国际舞台上需要被荣耀的 需要被看见的 现已底部实在也取取云住民时尚设计新秀能够发光放亮 希望出来的这个作品能够让人家更惊艳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走到商业的市场 让它能够真的产生这个产能 让大家都可以这个设计师不只是做设计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是能够维持甚至赚更多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期许 现已底部实在也取取云住民时尚设计新秀 现已底部实在也取取云住民时尚设计新秀能够发光放量 并且种下股树来为原住民时尚新秀征选及跨域共创计划 记者会正式展开 让花莲成为时尚产业发展的乐园 让花莲走向世界 记得将一块收到 让花莲走向世界 想要一块收到 让花莲走向世界